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叔亮哥 本年时间9月7日2023年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正在火轮机当中 今天给老虎介绍的是 混双1分1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老虎介绍的是 由我国的郑氏维和黄雅虫 对阵印尼组合的比赛 郑氏维和黄雅虫也被誉为雅士组合 最终雅士组合一大比分2比0 很少对手成功进入拉墙 主题第一是本赛季 雅士组合和对手在马来西亚公开赛 和市井赛有过两次交手 雅士组合全部都是很少对手 比赛开之后 雅士组合进入状态还是非常快的 只见雅士组合很快打了对手一个7比0开局 这个开局就连得7分 确实也将印尼组合给打门了 而这第7分正是由黄雅虫 利用神奇发球所得的 当双方战成8比1的时候 印尼男选手似乎在回球瞬间不胜扭散了 不过好在经过短暂休息后并没有打碍 运动员最害怕的就是三病了 比赛继续后 印尼组合也开始分离巨风 不过雅士组合的攻势依旧不见 雅士组合以11比4将比赛带入到第一个技术间线 休息回来 当双方战成13比4的时候 在双方对冰过程中 雅士组合遇到了突发状况 只见在双方对冰过程中 郑思维被对手的扣球直接打到了眼睛上 不过好在也是有惊无险 结果谁知 正是因为这样的小差距 雅士组合保盘了 从13比5到21比5 只见雅士组合连得8分 直接将对手给打分了 局末正视为更是利用疯狂三连扣帮助助攻队带走的数据 雅士组合以21比5将成 比赛进入第二局的较量 结果一上来 雅士组合似乎有点凶险了 印尼组合好快就以3比1取得了领先 当雅士组合将比分追至2比3的时候 只见在双方对冰过程中 雅士组合打出了进展的配合 直接占平了比分 这一球也将对手给打盘了 不过印尼组合本局也非常顽强 一度以15比12已经领先上分了 当双方战成16比17的时候 只见雅士组合打出了一记神仙球占平的比分 这一球直接让对手有点触不及防 接下来雅士组合并没有再给对手的机会 雅士组合连得10分直接带走比赛 雅士组合以21比17 赢下了比赛 最终雅士组合以大比分2比0很少对手 成功进行8强 雅士组合的下一个对手 是韩国组合和日本组合之间的胜者 也期待雅士组合会有更加坚强的感谢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 看见雅士组合以大使怎么办 我们下回